11月30日 小羊哥爸爸发自拍小视频后 紧接着小羊哥直播回应此事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此前羊爸在自己的社交账号 把自己拍不雅视频发到情侣里 就遭到了很多人的调侃 等他意识到事情不顿时 已经撤不回去了 在此小羊哥爸爸立马联系群主 要求把情解散 但并没有什么用 随着舆论愈言愈烈 小羊哥开直播 很多网友都开始刷屏小羊爸视频泄露一事 小羊哥并没有回避网友的问题 回应了视频泄露的全部过程 小羊哥表示 羊爸和一帮好兄弟出去聚会 一帮兄弟醉酒后 便开始搞恶作剧 有人拿羊爸的手机 把视频发到了情妙里 小羊哥还表示 羊爸是被那帮好兄弟喷了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目前已经报警了 很多网友刷屏表示理解 不过直播间的小羊哥还是非常干发的 另外直播中还有两位女助播 女助播的表情也非常的尴尬 有可能羊爸这一段时间内 很可能都不会再出镜了 对此你怎么看呢 爸爸